所以这个档案我们完全没有动到 然后再接下来 我们现在呢 透过新查询的方式 把这个档案叫进来 所以这边它叫做活业部查询 我们有一个查询 也就是把订单10933笔资料列都叫进来 好 那它放在工作表2 它放在工作表2 那原本你应该知道 当我们今天打开以色谣软件 它是会开这个工作表1 所以它没有动到原本的工作表1 所以为了我们上课方便 请稍微注意 你现在会发现 它选择到一个全部的资料 这个全部资料 它的 这个我必须要搬到左边一点点 好 有没有看到资料表工具 资料表工具 好 这个资料表工具 里面第一个 它告诉我表格名称 现在叫做订单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是来自于 那一个档案的订单 资料表 刚刚我们只有选一个档案 所以这边它就直接告诉我 那一个工作表 它现在把它定义为表格 然后表格的名称叫做订单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发现 我们有非常非常多的资料力 然后它连格式都帮我们定义好了 而且是呈现是在筛选的状态 好 不过我可能要请你稍微知道一下 这个动作建议 建议你再去找我之前的 就是电脑课程 我会有在教 如何做成这个样子 它的一个做法 其实就是用常用底下的格式化为表格 就这么简单 好 你要记住 我觉得更重要的一个观念 很多人常用底下的功能像这个 他不会用 也从来没用过 那就代表说 最常用的他都没有用 就代表以色谣 他可能用的一个方向 是需要修正的 我讲的够婉转了吧 好 所以真的 真的要建议就是说 现在我们在学excel 有一些方法稍微要注意 常用底下的每一个功能 你都一定要会 我会用的这些方法稍微要注意 我会用这个方法稍微的